一遍遍地回忆着和奶奶在一起的点点滴滴,她多想回到过去,哪怕只是一分钟也好,她一定会紧紧地抱住奶奶,再也不和她分开,可是时间不会倒流,是去的生命也不会再回来,孩子,别再自责了,这不是你的错,村里的大人看到王立这样,心里也很难受。 他们太知道这场灾难对王立来说,太残酷了,是啊,是者一亿,生者如斯,活着的人还要继续面对生活,其实中年丧子,哥谁身上都不好受,可再怎么着,也不能拿别人的命来给自己陪葬。 一口气炸死这么多人,其中还有自己的亲人,这得有多大的仇恨才能干出这种事,说到底,还是钻牛角尖了,一根筋走到黑,最后把自己逼上了绝路,邻居说几句风凉话,人家结婚办喜事,你心里不痛快,就跑去炸人家全家,这也太极端了,还是自己心里那倒砍过不去,放不下,才会把别人的错都放大,把自己的不幸都怪罪到别人身上,人活着都不容易,谁还没有个难处, 遇到事了,得想开点,往好处想,别老是憋在心里,跟自己过不去,这要是夫妻两个人能早点想通,找个地方倾诉倾诉,解开心结,也许就不会酿成这场悲剧了,田明成开着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,可能是因为着急,他一不小心,车子竟然撞上了护栏,顿时火光冲天,等交警和救护车赶到时,车子已经被烧得只剩下一堆废铁,驾驶员更是被烧成了焦炭,根本无法辨认身份, 好巧不巧,偏偏就在那天,田明成出门的时候,手机,钱包和驾驶证等这些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,全都带在了身上,唯独把身份证留在了家里没拿,现场的火实在是太大,车里的人烧得都认不出是谁了, 就剩下一堆黑乎乎的东西,警察们根据车里找到的遗物,下意识认定这烧死的就是田明成,远在日本的妻子叙利平听到丈夫噩耗,哭得悲痛欲绝,当即就要赶回国内,一桩悲剧看似已经可以盖棺定论,但事情的真相却绝没有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这么简单, 这起造成九人死亡的爆炸案,竟然是这对夫妻做的,但是他们两个图点什么呢,邓炳前在村里,几乎人人都说他老是芭蕉,一辈子没和谁红过脸,可谁也没想到,就是这样一个好人,竟然在除夕夜,亲手制造了一场害人听闻的爆炸案,要说其中的缘由,还得从几年前的那场变故说起, 那年夏天,邓炳前夫妇唯一的儿子邓战锋和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发生口角,争执中,战锋被人用刀捅伤,不幸身亡,而凶手竟然是妻子郭玉霞的前夫的儿子,我的儿啊,你死得好惨啊,听到儿子遇害的消息。 邓炳前眼前一黑,差点晕过去,郭玉霞更是哭得死去活来,几次昏厥过去,白发人送黑发人,这种痛苦,常人难以想象,而战锋的死,也成了压垮邓炳前夫妇的最后一根稻草,要是战锋还在,今年也该成家立业了吧,每逢过年过节,看到别人家张灯结彩,而孙满堂,邓炳前夫妇就忍不住老泪纵横,他们总是坐在家门口,望着村口的方向发呆, 仿佛还能看到儿子当年活蹦乱跳的身影,生活的重担,丧子的悲痛,让邓炳前夫妇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。 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,仿佛外界的一切都与他们无关,而邻居们无意中说的一些话,更是在邓炳前夫妇的伤口上撒盐, 炳前啊,你也别太难过了,儿子没了,再生一个就是了。 玉霞呀,你还年轻,炳前要是死了,你就,这些看似安慰的话语,却像针扎一样刺痛着邓炳前夫妇的心, 他们开始变得多疑,敏感,看谁都像是在嘲笑他们,看谁都像是在背后说他们坏话, 特别是邻居邓新芳家,儿子结婚时大摆宴席,热闹了三天三夜。 看着别人家喜气洋洋的样子,邓炳前夫妇心里更加不是滋味,凭什么他们家能过得这么好, 而我们家却要承受丧子之痛,可能是嫉妒,也可能是绝望,夫妻两人心里竟然萌生了一个十分可怕的想法, 既然我们过得不痛快,那就谁也别想好过。 随后夫妻两个人亮下惨案,不仅带走了自己的命,也带走了无辜亲人的命, 自从那场爆炸后,整个村子一下子变得暗淡了很多,再也看不到往日的欢声笑语了, 十五岁的王力虽然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,但这场灾难在他心里留下的伤疤, 却怎么也无法痊愈,每次闭上眼睛,他都能看到奶奶慈祥的笑容, 听到奶奶温柔的呼唤,可一睁眼,什么都没有了,要是那天我没让奶奶回家就好了,王力一遍遍地自责。 但是眼前的景象,让经验丰富的救援人员也倒吸了一口凉气, 原本整齐的村落,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,混杂着烧焦的味道,令人作呕, 这威力也太大了,简直就像是被炮弹轰炸过一样。 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警察,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,忍不住感叹道, 几台挖掘机挥舞着巨大的机械臂,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废墟,生怕漏掉任何一个角落, 消防员们则拿着切割机、液压钳等工具在倒塌的房屋中搜寻着生命迹象, 这里有人,还有呼吸,突然一名消防员激动地大喊。 救援人员闻声赶来,只见一名年轻女子被压在一块巨大的水泥板下, 只有微弱的呼吸,时间就是生命,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救援, 女子终于被成功救出,并送往医院抢救,随着时间的推移, 救援工作也接近尾声,但是找到的生还者却寥寥无几, 最后警方在邓炳前家房屋的废墟中,救援人员发现了邓炳前夫妇的尸体,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,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, 而在他们身边还躺着几具残缺不全的尸体, 经辨认竟然是他们的亲人,目睹这一幕幕人间惨剧。 村民们无不摇头叹息,经过警方的多番搜救, 最后确认这起爆炸案一共造成了九人死亡, 救人之后,找出爆炸的原因就成了警方首要的任务, 警察在废墟里扒拉了好几天,总算是把爆炸案给琢磨明白了, 原来邓炳前这老小子以前上山放炮炸过石头, 所以对炸药这玩意儿门清, 他们找到不少没炸完的炸药装在一个编织袋里, 没想到这袋子跟邓炳前家平时装面粉的, 是一个批发市场批来的, 连袋子上的花纹都一模一样, 而且在村长家门口。 警察还发现了一堆炸药, 上面盖着快栏布, 这不是从邓炳前家搜出来的一床就床单上撕下来的, 针脚都对得上, 而走访附近的警察也得到了关键的线索, 就是在爆炸案发生的几天前, 一家电料店老板表示, 邓炳前来他店里买过一个带开关的插座, 说是家里电线老化, 要换个新的, 现在想想, 这哪是换插座啊? 分明是想用来引爆炸弹, 种种迹象表明, 这场爆炸根本不是意外, 而是邓炳前精心策划的一场自杀式袭击, 他把五十多公斤自制炸药藏在自家屋子里。 用火雷管一点, 轰隆一声巨响, 不仅把自己和老婆送上了西天, 还搭上了周围邻居的性命,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人呢? 好好的日子不过, 非要拉着别人一起陪葬, 调查结果出来以后, 村里人谁都没有想到的事。 1999年过年的前一天, 河南某村庄发生了一场, 让人永生难忘的噩梦, 一声巨响, 火光冲天, 似乎人家被夷为平地, 九条无辜的生命瞬间消逝, 其中甚至还包括凶手的亲人, 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, 让凶手选择, 在这个在这个时候, 酿下如此惨绝人寰的爆炸案, 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, 这起震惊全国的河南2.15特大案, 起因竟然只是因为一件小事, 凶手到底为何作案? 这里是奇闻密室馆, 专注奇闻密室解说, 每天都有新知识, 咱们今天一起看看这起惨剧。 哄的一声巨响, 把王力从睡梦中惊醒, 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, 还以为是调皮的堂哥在放鞭炮, 可当他看到窗户玻璃剧烈震动, 屋顶上的灰尘速速落下时, 心里咯噔了一下, 不对, 哪有这么大的鞭炮声? 他连鞋都没顾上穿, 就冲出门外, 眼前的一幕让他瞬间傻了眼, 原本热闹喜庆的村庄, 此刻被一片浓烟和火光笼罩, 像极了恐怖片里的末日场景, 奶奶, 奶奶你在哪啊? 王力这才想起, 奶奶凭振青还在家里, 她发了风势地跑回家, 却发现原本完好的房屋, 已经变成一堆残垣壁, 到处是烧焦的木头和破碎的砖瓦, 根本看不出原来的样子, 她发了风势地搬开一块块沉重的石头,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, 一定要找到奶奶, 奶奶, 你在哪里? 你回答我一声啊。 她声嘶力竭地喊着, 声音嘶哑地几乎听不见, 她回忆起, 一大早, 奶奶就起床为她准备早饭, 还特意煮了她最爱吃的鸡蛋, 当时王力正迷迷糊糊地赖床, 随口敷衍了几句, 就催着奶奶赶紧回老家过年, 你早点回去还能赶上家里的团圆饭, 她当时是这么说的, 可谁知, 这一面竟成了永别, 要是早知道会这样, 我一定好好陪奶奶吃顿早饭, 让她开开心心地回家过年, 王力摊坐在废墟中, 她多希望时间能够倒流, 让她回到几小时前阻止奶奶出门, 可惜这世上没有后悔药, 她跌跌撞撞地走在村路上, 看到了惊慌失措的村民, 看到了痛哭流涕寻找亲人的妇女, 也看到了被白布盖住, 再也不会说话的冰冷尸体, 那一刻, 王力才真正意识到, 这场突如其来的爆炸, 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, 但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好端端的怎么会出现爆炸呢? 快, 快救人啊, 那边好像还有人被困着, 快哇, 得到消息的警察, 消防员, 医护人员火速赶到现场, 顾不上满地碎玻璃和倒塌的墙壁, 第一时间投入到紧张的救援工作中。